一直以來我從師父身上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自省 我們要跟自己的心對話 現在越來越不容易去聽到自己的心裡面的聲音 那其實心裡的疾病也越來越多 像憂鬱症 躁鬱症等等的 那這樣子心的疾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厭世更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一個代名詞 但是我覺得在太極門裡面我就學到了 凡是遇到問題我們便是一個省思自我的機會 那做錯或是挫折不再是毀滅的代名詞 它一個是我一個成長茁壯的契機 在讓我受到這麼多一個優良文化的薰陶跟教育的地方 那卻受到了國家暴力的脅迫長達25年 那太極門案件它源自檢察官吼寬仁 他以養小鬼的名義 用一柄桃木劍為證據就胡亂起訴 那其中的荒唐與錯誤層出不窮 那我們把時間回推到25年前的12月 那當時候我們的道館裡面當然也是非常和樂融融的 那師兄師姐也都很開心的聚在一起 那突然就有一群鶴槍實彈的警察就衝了進來 翻箱倒櫃大聲赤罵 然後領頭的那個就是侯寬仁 他帶著數家媒體揚揚得意的在那邊批判太極門 我們就看到漫天的不時的新聞鋪天蓋地而來 他的目的不是要爭罵案件 他是要毀滅太極門這樣子的地方 他去搜索的那些甚至是出來辦記者會 或者是在媒體上公開支持太極門的人 在沒有人指控的情況下又對部分地址進行搜索 那總共期間他搜索了太極門道館及地址住所 總共34處 他在搜索的地址後面刻意加上某某某地址相關住所 所以變成說他不一定要搜這個住所 只要是相關他認定的地方 他都可以去做搜索 就算你搜索人的地址登載錯誤他一樣進行違法搜索 很多師兄姐當時就在會館 他也只是因為在會館而已 他也沒有是被搜索票上面記載說要搜索的地方 他也直接被要求要帶回去他要搜索他的家裡 在86年4月15日他以詐欺養小鬼 違反遂見積聚法名義起訴之後 在4月16號起訴書公佈於媒體 那在4月17號的上午呢 侯寬人才指揮調查員繽紛四路到太極門的 大安 南港 樹林及高雄等四個刀短搜索證物 所以等於是他先把罪名想好了 才要去搜索證物 那他當時候找到的就是一柄桃木劍 而這柄桃木劍呢 它背後其實也有故事的 那這個故事其實跟我們家是有息息相關的 在我出生之前我奶奶就罹患了癌症 病痛跟化療的折磨 讓我奶奶當時幾乎放棄了治療 那這樣子沉痛的衝擊 籠罩當時我們全家 那很幸運的我們全家就進入了太極門 跟著師父練氣功 那學習呢要用正向的思考去面對一切事情 那在這樣子的契機下呢 我奶奶身體逐漸好轉了 所以當時候呢 奶奶出於感激就競爭了一批 族藝師父他所做的藝品 那裡面呢就有一柄就是那柄桃木劍 那柄桃木劍原本是一個 祈福 屈吉 避凶的一個法器 那在檢察官這個洪壞人檢察官眼裡 儼然成為了邪惡的養小鬼器具 我奶奶知道之後她非常的生氣 她一片好心竟然會讓師父 背負了這種污名受盡的侮辱 我奶奶就非常的生氣 她就覺得說這樣不行 她害了師父 她就決定要帶全家 包含當時候差不多一歲的我 全家要到總統府前絕食抗議 那我們也知道師父呢 他就講了和平跟理性 他要所有的太極門弟子 等待相信司法 相信我們的台灣 能夠有一天把公平跟正義 真正的還給我們 所以呢 太極門案件也走上了 漫長的平反之路 真的很幸運我們遇到了 很有良心的法官 他在刑案上面還給太極門清白 那美國的人權律師天埔大學法學院的教授 肯尼斯教授 他在研究太極門案件長達兩年之後 他氣憤的說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這麼違反法制和濫權的案件 明顯違反了正當的程序 更氣憤的說 光是檢察官他說養小鬼這個罪名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合理的懷疑他的精神狀態 你法院看到這樣子荒唐的罪名 你應該直接不能受理 那在國際上認為這麼荒謬的一個案子 在台灣竟然延宕了25年之久 那由刑案衍生的81年稅案 就面臨了要拍賣我們師父留給我們弟子 就是煉功煉氣的場所的土地 那明明80、82、83、84、85 其他這幾年呢 稅單都歸零了 行政執行署他拒絕使用除錯機制 自行的撤銷拍賣 甚至早在拍賣之前 他們就已經在發文說要來分賬這樣子的績效了 那去年底我也有機會參與一個 由國際人權運動的倡議領袖 他召集了法律界、稅務界、宗教界 各界領袖 還有各界專家 他們一起來做一個就是跨國際的線上論壇 那我也以一個就是案件相關人 然後去講我奶奶陶木劍的這個故事 那在講完之後呢 他們無法理解 他們也無法相信 這樣子荒唐的事情 竟然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之中 而且是發生在一個民族法治的社會裡面 各界的專家跟學者 他們也呼籲 期許這樣子的人權迫害案件 不能再發生了 施政如果符合人權意識的話 它會帶給社會教育正向的影響 所以如果今天太極門案件 能夠好好的平反 能夠把是非對錯 真真實實 清清楚楚的分金的話 我相信 這對於我們之後的教育 對我們之後的文化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